我這邊應該都有圖解 就照這個圖解 重點在這邊 OK那就把這個畫面 稍微看一下 照著做應該OK 然後 這邊有需要的程式 也會有 那你往前 滾輪往前推好像可以放大縮小 這個現在 Google硬碟還做得還蠻貼心的 直接線上就可以看圖 OK那這幾個地方會修改 改完之後應該 做完就OK了 所以弄出來之後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產生個數八個 按確定之後 就會弄八個出來 最後當然我會自動講 把它清除掉 有沒有 最後是少寫一個 我覺得 好像最後 如果沒有清除掉就再輸入就 不太方便 所以我最後把它清除掉 那最後要清除掉也非常簡單 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 ED02 點什麼 點set test 等於什麼 等於空置算就好了 這個裡面的東西就不見了 多一行而已嘛 應該 應該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最後的話 我只有多寫 這一行 這一行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我 把資料 輸出之後 有沒有 就把那個 這個ad test裡面的 就 就是